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马斯克为了要守住Tesla的霸主地位 持续把发展的中心放在中国 中国大陆的充电团队宣布了 大陆超级充电桩突破了8000个 未来两年Tesla的充电网络还要继续扩大两倍 因为Tesla的对手来势汹汹 电动车标股Lucy集团 股票上市不到4个月 大涨了85% 这家豪华电动车制造商 确认明年要生产2万辆车 另外一家电动新创公司Vivian 它从上周挂牌以来连日上涨 事实暴增超过了一倍 已经集下了福斯汽车 成为全球第三大的车厂 看得出来电动车就是未来的产业趋势 更是各大车厂都想要插旗的新能源领域 那龙头呢 Tesla他之所以还能够在市场一直独占 凹头就是因为他们早就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 花了大笔的人力物力时间跟金钱来生根中国市场 马斯克呢他特地把发展中心从美国搬到中国来 因为他说中国汽车的制造商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因为中国车厂的软体实力特别强大 所以他一直都很尊重这些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技术 但是对于马斯克来说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当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非常好 还有这块市场非常庞大 这个惊人的人民币市场 所以为了要满足中国的消费者需求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Tesla他这几年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成果 他们说现在呢在中国已经建设了超过1000座的超级充电站 那8000个超级充电桩一个一个都可以来进行充电 那另外目前在中国有和Tesla配合的目的地充电站 也超过了700座 现在还有将近2000个目的地的充电桩 所谓的目的地充电站 简单来讲就是Tesla呢他们会特别去找一些饭店 去找一些购物中心或者是旅游景点来谈合作 因为大家都会去这些目的地玩嘛 或者是去旅游或者是去看电影 那开车到那里如果不能充电 那当然对Tesla的业绩来讲就没有帮助 所以Tesla呢就去跟这种大众景点去跟他们谈 看看呢是不是能够在他们那里的停车场 盖一座充电站你的充电站越多到哪里去玩 民众的都可以充电那你开着Tesla 递达任何一个目的地都可以安安心心的充电 不用担心你开到哪个地方没有充电站 没有充电桩车子没电了要怎么办呢 Tesla在这个设备的布局啊已经涵盖了全中国360个以上的城市 当然这样还不够现在呢还要继续盖 说不定啊有一天还要盖到像这个加油站一样 到处都有这么方便电动车才能够普及 那Tesla的高层也说了哦 中国的充电网络在过去一年半已经扩大了一倍 未来两年呢还要再扩大两倍 那你说如果有一些热门的景点啊 人去的特别多充电桩不够用怎么办呢 好针对这些特别拥挤的地点哦 Tesla也想了一些办法 比如说他们可以安排一些移动充电桩 车子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多开一些这种移动的充电桩 让大家都可以充电 或者是他们也可以设定电费 好就是说如果假如在离风的时间呢 你来充电会比较便宜 那也许就会吸引有些开车的人想说 反正我不赶时间嘛 那我就尽量避开人多的时间充电 说不定在离风时间充电还可以省一些钱 而且也不用等这么久 那除了扩建这些充电装置之外呢 Tesla特别在中国的上海开了一个研发中心 还有资料中心 重点哦 这是Tesla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开设研发中心 而且他们是把数据储存在中国当地 这个动作为什么很重要 你想想看美中现在关系不是还是很对立吗 美国还不断的指责说 哇中共会偷资料 那你Tesla居然还选择把数据 就是你开Tesla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运断数据都存在中国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Tesla真的相当重视中国市场 甚至不惜违背美国的立场 那曾经有市场分析直白的说 哎呀中国的重要性根本就是Tesla的心跟肺 好代表它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呢如果不是在中国 Tesla绝对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么成功 如果不是在中国马斯科曾经说 他一年要卖出50万电动车的目标 这样子说法到现在可能都还只是天方夜谭 那你来看Tesla现在在中国卖的有多好 8月份呢总共卖出了4万多辆 9月卖出了5万多辆 10月卖出了5万多辆 第三季它已经创下了中国销售额31亿美元 稳居中国新能源乘坐车的市场 那也就是因为在中国市场卖得非常好 所以Tesla的电动车第三季全球的销量 因此暴增来到了历史新高 那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呢 几乎也已经快要赶上了美国市场 所以险间Tesla在中国市场已经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跟支持 不过第一名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名 既然你成功了 就会有一些后起之秀 按照你的模式 急起直追 甚至想要超越你 难怪Tesla现在很紧张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家最近非常火红的电动车新创公司 来势汹汹哦 甚至啊市场看好 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Tesla 到底是谁这么厉害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电动车新创公司 Lucy Lucy她在今年7月份 她是透过特殊墓地并购了一家公司 和一家空白支票公司合并 然后呢在纳斯达克借口上市 结果她的股价上市才4个月的时间 居然就飙涨了85% 而且她还是一家没有什么实质营收的公司哦 还不是很赚钱呢 结果股价飙上来市值就超越了福特 她现在的市值啊达到了899亿美元 紧接着在通用之后 那Lucy就说了 她们第一款电动车的预购订单啊 这一季已经接了1.3万辆了 总金额大约13亿美元 第四季更厉害 她们预计能够突破1.7万辆的目标 所以她们对于明年达成生产目标非常有信心 那这家Lucy为什么被称为是Tesla的杀手呢 因为啊我们要回到今年9月份来说了 美国的环保局好她有通过认证 认证什么呢 Lucy有一辆车叫做Lucy Air Dream 好那今年9月份这一台车就被环保局认证 她非常厉害 因为她充电一次就可以跑837公里 等于是绕了三分之二的台湾 这个续航力已经超越了Tesla的表现 而且Lucy在这个月呢 还荣获了美国权威杂志 这个Moto Trade的这个大奖 什么大奖呢 2022年的最佳汽车大奖 你不用小看这个大奖哦 因为每一年啊全球都生产非常多非常多的新款汽车 那今年入围的呢 总共只有25辆 进入决赛的只有7辆 而且以前这个大奖 电动车真的都很难进房 过去10年呢 荣获这个汽车大奖的电动车只有2辆 那现在第三辆就是她 Lucy的Air Dream 好不过Lucy很谦虚了 她说他们的市值啊要追上Tesla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除了这一家Lucy之外 还有一家也是来势汹汹 也是Tesla的强劲对手 她的名字叫做Vivian 好她呢更强 这个月的10号才正式的挂牌上市 上市之后连日狂飙 您看到她11月16号股价一口气涨了15% 市值暴增一倍来到了1530亿美元 你知道这个市值有多夸张吗 她击下了福斯汽车 成为全球第三大车厂 仅次于Tesla跟丰田 好但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两家新创公司股价涨得很凶 但是呢目前都还是几乎没有什么营收哦 因为车子还在做啊 还没有卖出去啊 Lucy的第三季营收只有23.2万美元 而且还不是卖车子来的 是一家这个电动方程式赛车公司 跟Lucy买电池技术 那当然市场上会担心啊 这会不会是一场泡沫呢 好连马斯克这个老大哥 也来给他们一些建议了 他说啊你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注意量产 还有你的收支平衡这个现金流 这才是你们这些新创公司 有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的真正考验 不过有梦最美嘛 大家都想要买到下一档Tesla 所以呢散户疯狂抢劲 而这也让他们在美国的一个 零股交易平台叫做富达哦 那你去富达上面看 焦头最热露的标的就是他们 甚至市场上比较看好 Rivian有可能成为电动车的热门新宠 因为他的潜在股票投资报酬率 有可能比Tesla还要大很多 所以您认为Tesla能够继续坐稳龙头宝座吗 而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又会是什么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